这一节的欢迎大话题 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 印尼的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 他向当地的教育部门建议 要把高中生的上学时间 从早上七点一口气 提高到早上五点这么早来上学 他说是为了要提高纪律 还有学习效率 针对此现在各界是爆发了反弹声浪 包括了教育学者家长 或者是这些教师都认为 在考量安全还有交通等问题之下 这样的提议并不恰当 也有教师团体认为 这样的提案会导致儿童 因此缺乏睡眠的时间 影响学生的学习发展 事实上我们还特别关心 针对学生到底应该要几点上学 全球多个国家会有不同的制度 和不同的规划方针 先来看到我美国家的部分 美国的公立学校 小学跟初中上学的时间 是在早上的八点半 学生在校平均时数大约可以看到 是达到了七个小时 这也让许多台湾人 他们会把美国的教育制度拿来比较 指出台湾学生每天上课时间 高达了9.5个小时 根本就是血汗学生 好 再来我们看到的是芬兰 他奉行的是少即是多 这样子的一个哲学 在教育上也是如此 芬兰政府认为小学生太早上学 不利健康和学习 因此规定上课时间目前呢 是定在早上的八点或者是九点钟 那么第一年级的部分 可以到九点四十五分 平均每天学生在校时间 大约就只有五个小时而已 芬兰人是这样说的 他们认为在校的时间越少 可以让师生有较多的时间 可以做休息 也提升双方的教学和学习的效率 另外就学生而言也有更多的时间 他们可以独自的相处和自己相处 反思自己学到的东西 也减少学习的压力 最后我们来看到是亚洲国家 也就是临近台湾的日本了 到校时间目前是定在八点到八点半左右 国高中生平均上课时间 大约是七个小时 小学生的话呢是六个小时 反而除了学习本身的这些课业之外 日本最重视的还有社团的经验 国中生的部分 几乎他们都得参加学校的社团 高中生也有高达五成的一个参与力 为的就是要评深学 如果是以各国学生的睡眠时间来看 有国际报告则是指出 日本国中生平均睡眠时间七小时 比美国还要少了三十分钟 比欧洲的孩子还要少了一点五个小时 恐怕都会影响到学生们的学习效率了 以上是这节的环宇大话题 请订阅 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